脾胃虚弱啊导致的你一吃稍微吃多吃的不对付就导致就胃胀气打嗝 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前两天呢我们公司一个小伙子啊 他自信我说这个之前吧因为这个看完喝酒啊什么的 就是把胃给弄坏了 现在呢就是一吃点东西啊 吃的或者是稍微多点或者是吃的稍微不对付一点 吃完了他就胃胀 然后呢还一动呢还打嗝 然后呢还有想吐的这个这种感觉 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或者真方调理一下 那针对像他的这种情况啊 就是脾胃虚弱啊导致的你一吃稍微吃多 吃的不对付就导致就胃胀气打嗝 然后还有呕吐的这种症状呢 我们其实呢用传统针灸理由一组穴位呢效果就非常好 我们可以用谁啊 我们可以用太白配内关 就是两颗穴位就可以了 首先你看太白穴脾经的圆穴 脾经的圆穴它最擅长的就是调理脾胃的问题 所以呢它可以补脾气 针对脾胃虚弱造成的这一系列问题 它的效果呢都非常的好 这个呢在我们的脚上也是一个常用的穴位啊 第二个内关穴 内关呢我们之前说了内关是我们心包上的穴位 又通于我们的阴违脉 那我们之前讲脏腹别通的时候 我们说了胃与心包通 就是心包上的穴位就擅长治疗肠胃的问题 那内关穴呢它有什么作用啊 内关可以这个宽胸理气啊 可以合胃降腻 因为它吃完了之后 它不是吃的不对付 除了胃胀 它不是还一直想打嗝 然后一直还有呕 想吐的这种感觉吗 这个有合胃降腻的一个功效 这个是调脾气 所以呢像它这种情况就非常简单 我们就用这两个穴位 就可以太白和内关 会扎针呢你就扎针 肯定扎针的效果比较好 那如果我不会扎针 那这两个穴位你按揉 每天啊一边按揉个五十下啊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平常因为工作繁忙啊 没有办法就是好好吃饭的啊 大多脾胃比较弱的人 如果你也有像他这种症状啊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一组穴位 好今天呢 关于这个我们脾胃不好的啊 这个症状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喜欢懂事奇迹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